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闪电刊剧《知识看电影》 闪电决定要搭建一个香港廉政公署宇宙 带您回顾那段真实又惊险刺激的历史 好,我无所谓 宇宙的开端当然要从上世纪90年代经典港片《博豪》开始 故事发生在1962年 来自大陆的阿豪因受灾逃亡到了香港 没有什么文化的他只能在餐馆打工 并在业余时间顺便把餐馆老板的家给偷了 你以为偷东西不要上睡啊 他偷东西之后天天被当地的地痞逼着交保护费 当时整个香港其实是被四大家族控制的 这四大家族涉及各个领域影响力极大 还有一套他们自己的运营秩序 为了活命 阿豪投靠了四大家族之一的老大肥彪 肥彪做的是贩毒的买卖 为了证明自己 阿豪拼着性命帮肥彪扩大了贩毒地盘 肥彪很看好这个有头脑又肯拼命的年轻人 把他引荐给了当时身为香港总华探长的雷老虎 但雷老虎并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 阿豪的事业慢慢有了起色 还跟当地警察大声雄结为兄弟 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保护伞 阿豪在之前跟人拼命的时候 救过一个叫雅七的杀手 雅七有一位丧偶的嫂子 诶 这不是许大官人吗 阿豪说我属蛇呀 何事 于是呢 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许大官人也成为日后阿豪在事业上最重要的帮手 阿豪在几场拼命的血战之后 势力越来越强大 警戒的高层也都是他的人 阿豪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肥彪的势力 要不是我带他出来混 他哪会有今天 肥彪十分不爽 设计让人杀掉阿豪 经过一份殊死搏斗 阿豪用自己的一条腿换了一命 成为终身残疾 而博豪的大名也慢慢传开了 阿豪也不是吃素的 为了报仇 他利用自己在警戒的势力 把肥彪送进监狱 更是接管了肥彪所有的地盘 曾经的兄弟变为仇人 几年后 肥彪出狱 雷老虎组织新四大家族重化地盘 主要是把阿豪的好多地盘 都花给了肥彪 得了便宜的肥彪 嘴上也不饶人 在众人面前肆意挖苦 身有残疾的阿豪 虽然看在雷老虎的面子上 两个人没有打起来 但两人心中都暗暗发誓 要搞死对方 阿豪与金森角毒王昆沙 达成战略合作 香港业务由他阿豪一人独享 一跃成为四大家族之首 这也加深了四大家族之间的矛盾 但此时已经不是他们四大家族 能够织守这天的年代了 1974年 香港民众不满警方与黑道勾结 政府决心成立廉政公署 打击贪腐 四大家族的保护伞雷老虎 为了自保提前退休 准备离开香港 他最后一次把四大家族聚齐 在同一张桌子上 劝他们安分守己 这也是四大家族最后的晚餐 补豪抓住这次见面的机会 提前安排了手下准备暗杀肥彪 结果手下刚要开枪 却发现枪里没有子弹 而补豪安排在外面的杀手 也被人干掉了 原来肥彪早就看穿了补豪的计划 提前想好了对策 补豪在折损多位大将之后 侥幸逃脱 但他最重要的杀手 雅七也死了 死后转世成为敖拜 搬回一局的肥彪 也没能舒服太久 有一次在与情妇私会的时候 被补豪的炸弹炸伤 补豪依旧我行我素 全然不顾及日益严峻的形势 你们懂不懂实施造英雄啊 现在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慢慢的 手下人都开始找退路 补豪竟然变本加厉 打算除掉跟随自己多年的手下 导致手下直接转为污点证人 补豪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兄弟出卖 在家里与他扶植的高级警探们开会 给他们布置任务 联正公署在得到足够的证据之后 到补豪家里 补豪还以为能像往常一样 拿钱就把他们给打发了 但结果却是直接被他们带走 补豪自己跌宕起伏的黑道生涯 在此时也划上了句号 与此同时 香港警匪勾结的黑暗时代也结束了 我们的联正公署宇宙正式开始 好了本片的剧情讲完了 那按照惯例呢 我们还是来讲一下电影背后的故事 补豪这部电影上映于1991年 当年获得了香港金像奖最佳电影与最佳编剧两项大奖 也开创了香港传记片的热潮 被誉为香港的教父 本片中补豪的人物原型是香港传奇人物吴希豪 在电影拍摄之前 导演麦当雄专程去请示吴希豪 但吴希豪不同意他将自己的故事搬上迎评 幸好胆大妄为的麦当雄照拍不悟 才让我们了解了当年香港的发展过程 不过呢电影在上映的时候 片头还是附上了说明 本片设置时 未经吴希豪先生同意 如片内有模仿影射等情节纯属巧合 并未可能引起的不变之处 向吴先生致歉意 说是这么说 电影能精彩之处就在于 还是有大量的情节影射现实 吴希豪出生于广东汕头 60年代逃荒到香港 曾贩卖毒品价值高达3亿元以上 其集团与香港警队内高层贪污警察勾结 同时也牵涉杀人等严重案件 1974年年底 吴希豪从台湾返回香港后被捕 1991年因肝癌末期被特赦出狱 出狱25天之后 病情恶化就去世了 在影片中 导演暗示狱中的吴希豪信了教 片尾的字幕呢 也把主要犯罪分子后来的经历描写得十分悲惨 就像所有黑帮片想传达的精神一样 黑帮呢 虽然看起来又很有酷 但是他们都有自己非常悲惨的处境 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的光鲜 补豪不同于吴宇森的小人物英雄片 它上升到了一种更具野心的萧雄片 格局和视野都大大的拓展 麦当雄是这一系列的开创者 遗憾的是 补豪大获全盛之日呢 却也是麦当雄公司盛级而衰之时 之后萧雄片泛滥 上海皇帝遭遇滑铁炉 萧若元跳槽而去 麦加班从此一跃不振 好了 这就是廉政公司宇宙系列第一集 我知道很少有女生做这种黑帮啊 警匪类的片子 我的新尝试呢 肯定也会有很多不足之处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 多多的提意见 并且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嗯 好 我们敬大家一杯 下一集我们从雷老虎 也就是从警戒的角度 来看看那个黑暗的时代 好吧 我们下期再见 继续努力 1 2 1 2 3 1 2 1 1 1 Baby